我的女儿果然背叛了我 他是 白骨皇帝 你们这帮下药 今天谁都逃不掉 公主 我放手啊 我才不要踮什么皇帝 放手 为什么 抱歉了 师父 白骨国的妖精们 永远都被困在这里 师父也很同情公主吧 毕竟善解人意 又楚楚可怜 我现在这么忙 你就是忘不掉他 看起来很热闹 你们就打算一直站在这里吗 大骨 大法师 他们都无法回答你 阴师之气鼎盛时 大部分妖精都不能保持自我 想彻底被皇帝控制 白骨骷髅国的皇帝 今夜要出行 我等被选中 侍奉皇帝 侍奉皇帝 还有永恒之火 都要听足皇帝发落 把他们拿下 让琼公 你好 你好 有点 乌 hjäl 但是kas 走 尼 睡 小菜一碟 悟空 师父 我 我感受到了白骨皇帝的力量 小语他们有危险 发生了什么 你们醒了 小语 白狼 小语你哪里受伤了吗 放心 我没事 让各位受惊了 白骨国的妖精们也不会再为难你们 公主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啊 小语姑娘 我的父亲妄图得到你的力量 但你是唐三藏大法师要保护的人 我不能坐视不管 公主 各位 我带你们去与大法师会合 公主 我 没人能逃过父亲的监视 我已短暂地断结世纪 足以隐藏一段世界 你 这样你会死的 就是为了唐三藏 你仍爱他 是他让我明白 活着要有价值 我不想活成一具毫无意义的枯骨 至于爱 于我而言 太奢侈了 公主 请大家跟上 公主 先等一下 公主 随我们一起离开吧 不 我会留下 毕竟这里是我诞生的地方 也终将是我的坟场 不量力的贩妇 他们想要离开这里 必须先将他击败 大家一起上 大家一起上 不请我无敬一九的一续机甲区 还能够打败 哪里也去不了 唐三藏和孙悟空已旧勤 不要 你的努力 是白费了 到此为止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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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远的上古时代 遥远的上古时代 世间本处于一片无尽的混沌黑暗之中 突如其来的一场爆炸 诞生出天地间第一团火 是称永恒之火 火光照耀下 诞生了三位不同观念的天神 代表欲望与毁灭的原始御尊 带来创造慈悲与爱的宝灵上尊 追求公平中庸的道德太尊 三位古神携手创造了天宫 建立第一代伟大的天界神权 然而 原始御尊和宝灵上尊 因观念的完全对立 无法容忍对方的存在 不久后 大战爆发 叶恶永远无法摊回光之正义 欲望和自由 才能带来最强大的力量 使你被自己所谓的规条束缚了 两大古神之战延续百年 影响深远 令当时那代天神死绝 天宫也尽乎摧毁 追求忠立的道德太尊 最终出手调体 平手吧 不要再继续战斗了 最终 三大古神签订协议 向新一代天神交出神权 不再干预天宫事物 自此 三尊一直沉睡 成为天界传说 直至这一天 他被惊醒 宝灵尚尊 察觉到协议失效 大战再次席卷重来 四孙悟空 你的特质不适合假若 只有将你抹去 大妖孙悟空 就这样被终结了 如何 和一心追求力量的皮沙门天 我没有令你失望吧 我这双手 能够改变任何生命的本质 给予新生 或是造成灰恶 哈哈哈哈 终于见到你了 伟大的原始一尊 啊 是你 我一直无比期待这一片 好当年向你表达敬意 是吗 但我从你的内心看到 你期待的只是见到我后如何取代我 不 不过教祖 是不会建议别人心存不敬了吧 没讲 我也想吃掉你 那就把你们的不敬 都收起来 并且 永远守在心底 哈哈哈 暗影就是无军无数 这是教祖唤醒我们时说过的话 我等暗影天神 响应教祖号召 建议全部汇聚于此 那就是一切毁灭破坏的源头 原始遇尊吗 走吧 总要打个招呼的 你们每一位都曾贵为天神耀眼瞩目 但也曾坠入黑暗受尽折磨 我与痛苦的深渊 找到你们给予心声 为的就是创造一个彻底自由 没有规条的天际 如今 暗影天神要纠正以往 我们理应索取更多 随心所欲 随省而为 因为我们 是众生的顶点 顶点 顶点 暗影 事不可挡 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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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摒弃过去天界低调的作风 放下慈悲 龙族 叶叉 阿修罗 任何种族 世间一切 都要彻底沉浮在我们脚下 暗影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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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还是要先肃清 眼前的障碍 那你们的障碍 可不好对付 我们竟用这样的方式见面 创造了天界的古神 原始御尊 但同时也催生了安魂 令天界几乎毁于一旦 上古时代的脑子就是捉摸不透 能干出暗魂这种蠢事 你们也是天神 真的要对他动手吗 称皇称孔 你们自是惶恐 对三尊动手是大逆不道 现在我以先祖的身份 将你们逐出天界 我们要成游民了吗 不会吧 别乱说 你的确是天界的十足 但先辈 不代表就是引领者 后辈 也不意味着是追随者 我们追随的是正义 何况我相信驱逐我们 并非三尊一致意愿 否则 为何不见其余两位 你没资格过问 既然你们不愿体面离开 那就动手吧 既要反抗 又碍于传统和卑微的身份 不敢动手 就是这样毫无意义的 条条框框 让你们束手束脚 就让我再一次引领你们 进口 一尊老爹 香蕉赏你 不必客气啊 这是 奸蝉脱鞘 你竟然没死 我这个人呢 就是看不惯别人装腔作势 但凡剑的 都忍不住要 仗一仗 连玉尊也敢戏弄 放肆 想打败我可没那么容易 看不出 草原一方式 不死两厉 我已砍清了你的能耐 杀人飞飞 这个梵间妖物 竟然伤了我 我那么精心保养的身体 我可原谅 我果然没猜错 沉睡千年的上古之神 神力总是强大 但未必能选你现在的环境呢 不用害怕 所有战争们 跟随我孙悟空 过上吧 不知天高地厚的妖物 我只有将你们全部抹出 战斗始终是无法避免的 所有天兵 全力迎戏 我会想打败 太好了 解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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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一个